所以今天晚上我們要告訴大家 上海現在整個封控 完全解封 還看不到頂 上海市政府準備丟出 第二波的復工白名單 你以為就上海 就等於就中國經濟嗎 真相是清零之下難保生產 要不然為什麼用鐵絲網 把物流貨車給團團給綁住呢 物流斷 原料斷 人工斷 上海復工是難 難 難 但是今天是從告訴我們 更難的兩個字 躺平 這兩個字已經為中國經濟 埋下了核爆的催化劑嗎 沒錯 除了第一波666家的 復工白名單之外 目前上海政府 他準備要第二批的白名單 第二批的白名單 他鎖定了什麼位置呢 他鎖定在上海的汽車重鎮 在加定區這個地方 有所謂的第二波的 復工的白名單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這麼急呢 主要原因就是說 他真的疫情已經打到了 整個上海的經濟 你看上海三月的這個工業的產值 下降了約末7.5% 如果不趕快解封的話 上海不只是影響到這個上海本地 甚至因為我們曾經說過 上海是全世界非常重要 甚至中共非常重要的一個 車企的這個地方 所以一定要盡快讓他復工 可是現在你知道 復工哪有那麼容易 我們就以一家公司為例 那就特斯拉 特斯拉說你在白名單之內 所以你趕快復工 特斯拉也果然找了8000名的員工 他們要進去 我不知道我們以前不是說閉門造居嗎 他們真的不要閉門造居 就全部在工廠裡面工作 而且不能夠出來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8000名你知道 事實上這個特斯拉 為什麼也是 第一個 這8000名的員工 他們進到工廠裡面 拿到一個睡袋 然後拿一個毯子 然後就進去了 進去吃喝拉殺水 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他們要不眠不休 他們坐六休一 然後工作12個小時 就是坐六天休一天 可是你說這個產能能夠趕得上嗎 沒辦法 因為特斯拉在之前還沒有封控之前 它是24小時輪班的 也就是說它是有三班制 然後是坐四休二 所以現在完全追不上這個產能 產能是大幅的落後 再來說即使你產能大幅落後之後 你的成本要大幅的提高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在裡面工作 你要封控管理 你這樣不能出去 我每天還要多給你400塊人民幣 等於是我的成本 會大增的一個狀況 再來就是說因為 然後睡在工廠裡面 這個8000名員工過去不是 你不是在這裡面有宿舍 所以你的吃喝拉薩 那些東西你要從哪裡來 所以他現在等於要 要從外面運這麼多東西進來 也變成是維持這個工廠要上工 其實難度也非常非常高 所以從上個星期到 今天我們在討論 一個星期 簽出一份復工的班名單 你看上海市政府多急 救經濟 你得先救上海 先復工再說 就算是閉環式的復工 就算是閉門造劇都給我造下去 但問題來了 他所有的思維都還是在 動態清零 鐵板一塊的防疫思維之下 一邊要防疫清零 一邊要復工救經濟 你不是變成兩人三角嗎 其實這有點困難 就是好 我車座出來了 特斯道說我車座出來 好 那問題是把他運出去 運出去也是難度很高 為什麼 你看 因為現在復工的這個 復工的這個封鎖持續的話 勞動力只有真的30% 目前的物流是嚴重的停擺 也就是說你進得去上海 出不來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進去運的話我也出不來 所以你看 所以還有什麼狀況 我們不是看到一個畫面嗎 這是防疫人員把用鐵絲 把貨車牢牢捆起來 這個畫面你看看 他居然用這麼粗的鐵絲 他幹嘛把他綁起來 對 因為他怕 因為他你有染疫的這個可能性 你從外地來說 我不想讓你進來 我就讓他把你捆起來 你就不能夠出來的一個狀況 鐵封條還不夠 所以你就知道自己已經到了這種 這麼極端的狀況之下 你看物流一定會受到影響 好 所以物流是個問題之外 再來就是說好 你說666家 或是第二波的白名單裡面 有些我沒有復工我也沒有用 我們舉一家公司 然後汽車的零件廠商 佛吉亞 他復工了 當他復工的時候 他的T1第一級的供應商復工 但是第二級的供應商沒有復工 也就是說這樣我也沒辦法做 第一級做得出來 第二級那些更小的零組件 像以這個車框為主的金屬框架 沒有辦法生產 那還是幾乎要停工的概念 那我這一家車廠 組裝廠的員工 800壯士 8000壯士 回來這邊準備捲袖子 要避環式生產 我斷料了 我還是白搭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現在對整個復工來說的話 很多台商就說 哪有什麼復工 他說這個復工頂多 就是把我們之前 3月到4月的時候 被封城之前 還沒有運出去 把它運出去而已 所以復工其實還有搖搖的 這個路要走 好 除了這個之外 事實上如果以廣達來說 因為廣達目前在上海 非常重要的廠 他說目前我們只有少量的 筆電在出貨 因為零組件 都是在未來這個位置 我們根本就很難 預估什麼時候 會變成是 會能夠完整的出貨 這個連廣達自己都說 這個難度非常非常高 那也因為這樣 我們曾經講過 蘋果有200加供應鏈 有一半都在上海這個地區 所以現在蘋果 要做一個怎麼動作 它過去的所謂的新產品 可能都在中國生產 在中國研發 他說未來我可能要增加 非中國新產品開發的這個據點 言下之意是說 中國這個地方可能未來 不是我唯一的新據點的 新產品的開發的這個地方了 蘋果的新政 蘋果的決定 這是一夜之秋 對中國經濟埋下了 怎麼樣的一個影響呢 我們說今天整個經濟的發展 你一邊要防疫 一邊要復工 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病毒 但2022整個中國 就是封控解封 封控解封 年輕人的志氣跟活力 被磨掉了嗎 最怕不是病毒 是另外兩個字 躺平 沒錯 事實上中國過去幾年的很多政策 包括打壓房地產 打壓網路股 或是說這個整個疫情的狀況 讓很多中國年輕人 他們現在流行幾個字 就是你剛才講的躺平 還有內捲這幾個字 特別是躺平 變成他們很多年輕人的這個險學 就因為這個狀況 中國共青團成立百年的時候 他還特別關注了這一點 他還寫一本所謂青年白皮書裡面 他寫到這個躺平文化 在中國崛起之後 這個是非常值得注意 會影響到中國年輕人的未來 不過他還說這個躺平只是少數人 大部分的中國人 還是非常的勤奮 但是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 我跟他講 事實上現在中國年輕人是說 只要躺得夠快 你就不會被割韭菜 所以就割不到我 他說不想跪又不能站 那只好躺 所以現在整個躺平的主義在整個 就是說躺得不動 什麼都不想動 就想知道這為困難的是什麼局面 你以為說這是好像一般的 好像學歷比較低 不是 反而是越高學歷的人 他越想要躺平 這就變成是一個 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 非常極大的一個隱憂 真正該要提前部署 超前部署的才是這樣的躺平 你怎麼樣去化解這個死結 我們來講 整個中國在2022 要嘛封控解封解封又封 多的是這個例子 把年輕人都磨耗掉了嗎 把經濟的活力都磨掉了嗎 對 我們就舉一個城市為例 那叫廣東 或是說深圳這幾個城市 那廣東省整個省 它是全中國經濟最大的一個體 它的GDP也高達12兆的狀況 它連續33年都是中國第一 而且它如果我們用一個國家 來比喻廣東省的話 它其實是全世界第10大經濟體 這樣一個重要的載體 那今年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 只有3.3 這個比全中國的4.8都還要更低 那告訴你什麼 火車頭開始在減緩 而且廣東省是最多清創 最多年輕人去那邊掏金的地方 現在這個金礦 似乎已經不再是過去的金礦了 好 大家已經聽到了廣東 這麼強大的一個經濟大省 都已經經濟下行了 多嚴重了 我們拔一把草來測風向 今天視聰帶給我們兩家 扛把子的公司 沒錯 一目了然 對 我們講的是騰訊 下面有兩家這個所謂的直播 這個直播是跟電玩相關的直播 這個真的非常誇張 虎牙直播 它一共大概有2000名的員工 2000名的員工裡面 有國際部大約是200人左右 就國際部的人 就講 你可能白天 假設你是國際部的人 你那一上班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 你收到通知 你下午就趕快離職了 結果下午就離職了 那你就馬上上午通知 你下午就趕快離職 而且 早上通知 下午就要你走人 而且你看 事實上這200個人裡面來說 他一口氣裁了7層左右 140個人就本來裁掉 多金的騰訊 其他部門的話 可能都是對半砍一大 所以你知道這個是 相當相當嚴重 因為他去年第四季已經結束了 連續的獲利的這個局面 所以他必須要進行一個 砍人的這個動作 除了這個虎牙之外 就這樣知道達摩院是誰創的 馬雲創的 馬雲就說達摩院我要做這個晶片 我做這個晶片來說的話 是百年事業 所以說阿里即使不在的時候 達摩院都要存在 而且說我多少錢我就燒錢無上限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 三年以來他真的燒錢無上限 他已經燒到了4600億左右 之前那個馬雲說要活101年的 這種豪氣甘雲的這個話 目前真是面對現實的時候 他們也挺不住 那他挺不住的時候 張勇就宣布說不行了 我們這些所有人 我媽財員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 這些 我們為什麼說年輕人要躺平 居然有那麼注意到 虎牙之波裡面工作的都是年輕人 都是高學歷 而且是多精一足 對 鬥魚也是一樣 高精一足 阿里巴巴裡面的達摩院 我跟你講 那些人都是海外歸來的 一大堆都是年輕人 結果他們現在面臨什麼 被砍掉 所以為什麼他們想要躺平 因為他們真的是 不躺平也不行的一個局面 但是我們今天從騰訊到阿里 你就看到了 這些多精 投資燒錢不手軟的 最有錢的企業 現在就開始裁員 裁員甚至可以說是無預警 上午通知 下午就給我走人 除了燒錢 已經沒錢可燒之外 阿里還面臨什麼困難 對 其實阿里的問題在於這樣 他這幾年的壓力真的太大 包括說整個中國市場 在衰退的時候 他的網購也開始在衰退 所以他現在 我們原本他的總裁是 董事長叫張勇對不對 所以他自己先說換人了 換誰 換他這個戴山 這戴山是誰 這戴山人家說他出來的話 表示什麼 這個事情真的滿大條的 為什麼 因為他跟你說是 馬雲的關門的女弟子 因為他現在要接掌所謂 因為淘寶跟天貓 為什麼要他來出來 就想知道 我們曾經說過 阿里巴巴有18個合夥創始人 對不對 這個戴山是排行第11位 我們講18羅漢 對 他是第11號 所以也就是他是唯一目前 還在線上的18羅漢中間的 第一個 所以他出來就知道說 這個一定是事情非常大 而且他過去一段時間 他曾經報導做了什麼 包括說我們曾經說過 他們在AI的那個小蜜 包括說很多這個物流系統 相關的東西都是他建制的 還有一些部分的資密 支付的這個系統 所以你就說他是一個 目前為止 馬雲可能認為說 線上所有人的時候 他是最能夠打仗 他還能夠救天貓 如果他沒有出來的話 那就會真的非常糟糕 所以你就知道說 從很多開始在裁員 然後阿里巴巴的戴山 都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這個其實中國的經濟的問題 比大家想像的都更加嚴重 也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 我都不確定新因素之下 要是我是年輕人 我可能也希望能夠躺平 邀請您 一起加入五七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挖跟醬